我是U9组合的李振宁 我今天要做的是 乐于视频特别策划 U9青春大揭秘 李振宁 你为什么要叫自己浅浅 我想知道 那个时候在玩游戏嘛 不是玩罗伯敦嘛 罗伯敦其实就是 你名字要男气一点 不熟一点 胜率的几率才大 我还叫生生的话 那大家都知道 就用浅浅的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长得像考拉嘛 我咽不下去 搜李振宁相关微博 觉得自己的妈粉和牛粉 最大的不同是 妈粉比较关心你 吃饱了没啊 睡觉有没有睡够啊 孙子凌妈妈爱你 是什么 牛粉的话 更加享受你帅气的一面 每次看到自己 被倒着举的灯牌 是什么感受 我看到倒着举的 提醒他一下 就做了一个转过来的手势 后来大家为了博取我的关注 都故意把它倒过来 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 我的心都什么 都还没人追我 什么 我的心都碎了 都还没人追我 沾上 一个比较有逻辑性的道具 有什么特别的养霸秘籍吗 大家可以问一下管月 他总是喝那个五黑粉 我倒是还好 天生头发就蛮好的 没有办法 因为紧 下一个 出道礼物认证时 看到自贴内心OS 是认识什么鬼 收到礼物的时候 看到有自贴 钢笔 还有墨水 万事具备的就差我去练了 鞋子 被粉丝超开始串久 大部分时间都在练舞 新鞋的话又比较磨脚 你要穿一双比较舒适的鞋 再跳舞才比较好跳 我想问李完汉的是 之前不是练游泳的吗 最黑的时候应该比我黑吧